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在今天我们讨论到了有关于李登辉前总统 他遭到起诉因为这个国安密账一案 但是呢 是不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内幕 比方说 像刚香龙在座就谈到了 说 姨眼梁是谁呀 其实他跟台仲岳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好 这个可能如果所谓的内幕的话 可以有时间再讨论 可是呢 如果再讲国安密账案之后 后面还有没有 这还会有在新的内幕吗 今天晚报当中就谈到了 哦 还有一个什么 汇钱又汇到新加坡啦 十几亿啦 这些案子 可能后面一个一个 后面又被抖出来 你的看法呢 我慢慢听懂 就会有人跟光临他们说的毛毛毛的 毛毛毛毛的 其实他们就有种兴奋之感啦 就是觉得 哇 有大案来了 就是觉得有大案来了 因为 因为这种的苗头 可能跟2006年 在贬家的案子要报之前的味道是有点像的 你刚说的时候觉得 就这点天就个小案子 很单纯嘛 可是你知道查 查账就是这样 一查之后啊 就是越来越多 那就是说查了之后 很可能后面就案外案出来了 特别是涉及到李登辉时代 那个时候的财务是极为复杂的 极为复杂 它的光是党政之间的那种一体化 然后这些人的钱之间流来流去啊 只要有人进去查 老实讲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相关的当事人 包括李登辉能够全身而退 你是很难想象查完之后 李登辉会说啊 这个没问题 他做得很清晰 他接不去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也理解 就面对到这种事情 在此时此刻因为选举嘛 你看起来跟马英九当年 2007年就是说这个特别被爆发的时间点 非常非常近 对不对 就是时间点几乎差不多 所以当然会有些政治敏感性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过去前朝这些操作的方式 特别是刚刚大家也提到了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谁来做 应该是陈水扁做的 你陈水扁没有做 今天马英九时隔10年之后要回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有他的困难度 但是终究是要做 要不然我们成立特征组干了要干什么 要不然我们期待廉政期待 期待什么 既然要查就把它查清楚一点 而且每一个被查的人 我认为包括李登辉在内应该用更坦荡的态度 就是说我非常乐意查 查完了之后才能够还我李登辉清白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很快就要走了 我需要走的时候证明我是清白的 你李登辉敢用这种态度讲你的讲话 如果你能够这样讲 会觉得台湾的政治真的进步了 宏威 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 就是除了国家的机器之外 还有党务上的机器 我讲以前有一位党赢事业的主管 他就跟我说 因为你知道刘泰英很习惯是用这个白子 交代 一个字条 就说投资什么这样 你知道他把所有刘泰英交代的东西 整整齐齐的放在他的皮包箱里面 因为他总想有一天会东窗事发 这个就是他脱罪的证据 这是保密服 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所以刚刚讲到一些党赢事业 不管是现在的地堡 宏盛的购地案 当时是多大的事情啊 这么大 那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是有贱卖土地的关系 还有中广的购地案 中广说实在 我刚刚就跟施承说 就是因为中广太有钱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中广当时他有多少的地 然后有多少的大楼 自己有大楼已经很够用了 还要再去买地 而且买地的这个钱呢 是高于市场行情的 卖了一块好地 去买了一些烂地 而且用很贵的钱去买烂地 用很低的价钱卖好地 对所以本来是说 他们是一个现金很多的公司 最后呢变成负债累累 在这些状况之下 这也许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起头 除了国家机器 党也是大家的钱 也应该查得清楚才对 好希望能够查出来 好给大家看